如马毛主席的那个人,又重出江湖了,还生意火爆。 毕福建为谋生开闪菜馆,采取众筹制,厨师是他粉丝有才艺。 毕福建不仅能吃,而且也非常喜欢吃,还很会吃。 过去毕福建在部队的时候,不仅能干,也很能吃。 有一次在新疆吃烤羊肉串,毕福建竟然一顿饭吃下了200串。 不仅如此,毕福建在部队的时候,有时候吃鱼吃肉,试论晚吃。 还有毕福建吃馒头的时候,可以一顿饭吃八个馒头。 毕福建离开央视后不久就加盟了王立芬的游米网,出任首席内容体验官, 不仅百度收录了此信息,还有印刷公司的工作排位证。 但是如果你以为毕福建从此以后就安安稳稳地做一位白领,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,其实毕福建不仅会主持会摄影等, 对书法、足球、美食等方面也十分感兴趣。 这部,最近又有知情网友爆料,老毕今年连开了两家餐馆, 而且打着他的名号还生意火爆。 这第一个餐馆是一家闪菜菜馆,毕福建也不是贸然开的这家餐馆, 而是经过朋友的介绍,经过考察之后,才决定开的。 毕福建招聘的这家餐馆的厨师,过去都非常喜欢看毕福建主持的星光大道, 也可以说是毕福建的粉丝,其中有好几位也很有才艺才能, 不仅会拉二胡,吹笛子,吹葫芦丝,而且对京剧和地方戏曲也很在行, 这让毕福建非常喜欢,因为毕福建也在这方面很有特长。 我请请这里面余拿一胡,吹笛子,吹笛子,吹笛子。